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饼干警长》这部动画 但是看过的话一定会有几个共同点 首先一直以为它是一部外国动画 其次一直很想知道这首BGM的名字 还有一直觉得里面的人物配音特别耳熟 最后非常好奇饼干警长和曲奇吃起来是什么味道 你被说中了几条呢 其实这是一部国产动画 片尾曲的名字叫做康康舞曲 片中的配音演员还给海绵宝宝和派大新配过音 至于最后一个愿望嘛 就让我来替大家实现吧 制作饼干 冬天的时候做饼干最难的就是软化黄油 在夏天却变得轻而易举 只要把空调给它停了 再硬气的黄油都得服软 在黄油中加入制碰量的糖粉 不要开打蛋器 先用打蛋头压一压拌一拌 大致拌匀以后再开低速将黄油打散 再滴入两滴香草精 一份香草冰淇淋就完成啦 猜拐 取一个全蛋 打散以后分三次加入到黄油中 充分mix 最后筛入低筋面粉 先用刮刀压一压拌一拌 然后上手捏一捏揉一揉 这样做输热让结块的粉类更好的溶进面团里 刚揉好的面团特别粘手 不太好操作 家里哪最难快啊 冰箱里 那就先上冰箱里待两个小时吧 冻得帮硬的面团就好操作多了 再上下各铺一层油脂或者保鲜膜 用两位数的体重将面团压成面片 那如果体重是三位数怎么办呀 这我不好说 搞不好会变成二项膊 刚刚擀好的面团还是特别软的 没办法直接做造型 需要放在冰箱里冷冻一会儿 检查是否冷冻到位的标准是 用它敲妹妹的头 如果妹妹会发出 哎呀 的声音 说明冷冻到位了 这时候就可以上型具 而不是上模具了 我用的是组合模具 先压出外轮廓 再补充一点点细节 方便后续上色 哎呀呀 不小心碰到你的菊萝了 我给你揉揉 提前预热好烤箱 170摄氏度 烘烤10分钟 为了避免饼干上色过度 最好全程都守在烤箱旁边 在烤箱旁沙沙等待的时候 我恍惚间联想起 曾经那些守在电视机前 看动画片的时光 这个烤箱的样子 是不是像极了 小时候家里的电视机啊 还记得小时候的每个暑假 最开心的三年事就是 吹公条 吃西瓜 看动画 牢牢锁定着少儿频道 等着永远准时的动画梦工厂 亲切的小鹿姐姐 和可爱的跳跳龙 时光荏苒 如白聚过膝 曾经的少年已经长大 熟悉的节目 早就无人问津 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 那些曾经追过 爱过的动画片 也忘记了那些守在电视前 最单纯最快乐的时光 不过今年夏天 你还可以到欢乐谷 和饼干警长一起度过 即日起至9月30日 在各地欢乐谷园区 都有线下电音狂欢季活动 只需要下载花小城APP 或者登陆花城旅游微信小程序 就可以获得最新优惠信息哦 电音节现场巨星云集 一定是你今年暑假 度假消暑的最好去处 并且欢乐谷首次联合 小鬼王林凯 推出联名年卡 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多多关注哦 不过还得提醒大家一句 出门一定要记得 配戴口罩哦 OK 说回到咱们的饼干警长 饼干烤好以后 就该给素面朝天的警长 上个妆了 制作糖霜 制作糖霜 需要用到糖粉和蛋白粉 也可以直接购买这种糖霜浴拌粉 一次用一包 卫生又环保 在200克糖霜中 加入45克温水化开 用打蛋器高速搅打3-5分钟 直到糖霜的颜色发白发亮 打蛋头提起后 有弯弯的尖角 打发好的糖霜 在室温下非常容易变干变硬 所以我选择把它装进裱花袋里 一会调色的时候 随取随用 在揉面垫上挤出一小坨糖霜 然后加色素 调出需要的颜色即可 期间需要不停地往糖霜中加水 来调节软硬程度 可以用喷壶或者滴管 用来小面积铺色的糖霜 不能调得太硬 检验的标准是流平的速度 用刮刀提起一个小尖角 如果这个小尖角能在15秒内流平 就说明糖霜的硬度是合适的 最后调了7种颜色 分别装入表花袋就可以开始创作了 不得不提一下这个橘色 本来是想用来作为饼干经常的肤色的 但是这成果吗 官二爷 是你吗 官二爷 给饼干上色的这个过程 很像在玩甜色游戏 过程倒是挺解压的 就是需要一点耐心 一开始做的不好看也没关系 熟练了以后就做的越来越好了 这一块是所有饼干中最平整 含金量最高的一块 我要用它来做一个最完美 虽然过程有一点点曲折 但我们的饼干最终还是顺利完成了 做的好看的这几个 舍不得吃 挑个最丑的来尝尝味道吧 配方已经减过糖了 所以吃起来不会特别甜腻 饼干整体奶香味很浓 表面的糖霜有种脆脆的口感 搭配咖啡或者奶茶 简直就是完美 看来小时候的猜想没错 饼干紧张 真的很好吃哟 你自己吃点圆omen冰的世界吗 quier死 Пока